這一款我下身就襯得很簡單 因為其實上身的線條或細緻度都已經很充足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簡單的陪襯 稍後我會襯一個比較誇張一點 或者Lady一點的Style Sorry 這個款式是中袖長多一點 大約7分袖 它這陣子的扭是假的 做一個點絕 這個是一個格仔 凌格的圖案 它有點像麻花 但不是完全是柳紋的麻花 它是一個柳紋做了一個凌格的圖案 後幅的位置就拼湊了一個植紋的襯衫布 這個襯衫布就是滑身的布料 另外這個色 就是一個釘樓的設計 這些樓是假的 我黑色的配合黑色樓 但其實實物體都明顯的 你會看到都是比較寬鬆的尺寸之餘 現在正向這樣看 我的三腳的位置是有一個小開叉 而且後腹的位置連帶伸延去到前腹盆骨的位置 所以正向這樣看 我都會看到後腹的一個植紋的圖案 去連帶那個設計感出到來 嗯 講得很好 因為有時候都要組織怎樣表達才好 好 無論如何 已經是展示到整個設計 這裡後面這樣看 是一些襯衫款的設計元素 或者一些剪裁位 所以它的款式也帶一些鬆容 或者輕鬆的鬆容 但是也帶一些襯衫有的觀感出來 因為始終你的後腹 都是一個直紋的襯衫布 對 前腹就是另外一種的風格 所以整體來說這個設計已經足夠豐富 所以下腹就襯得簡單一點的造型 已經是非常有效用 對 這裡有一個小開叉 我平時都會放的 如果自己喜歡放衫衫布 這個位置就有一個開叉 對 這裡就會有一個層次出來